民政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在日前自曝 有国际钱客开架两亿元 要求他当侯友宜的副手 而如今这名钱客的身份也曝光了 据传他是贸易公司董作 还曾经投资台湾绿电高达700亿元 也是华人圈知名的金主 但男律委纷纷要求柯文哲要提出嫌犯的资料 民进党更是质疑 这根本违反了选霸法 搓汤圆条款 对此科办在今天早上 透过发言人出面回击 指控蓝营高层都知道真相 你只要当副手一亿没进 我还说副手两亿 我说我真的假的 自曝前客开架两亿要他当侯友宜副手 如今科办指控 见指国民党幕后操控 这个来源方的明确 就是国民党这边也知道 这个两亿的这个事情 国民党那边各种的手法 公开的勤勒 或是用各种的方式 包含这个来出钱出价的 到底是谁自称蓝营委托 游说柯文哲如今也曝光 这名于性商人是贸易公司董作 曾在2017年豪杂700亿元投资绿店 更是华人圈知名金主 但到底是不是代表国民党 来游说柯文哲如今陷入重重迷雾 柯文哲自己讲出来 自己又不敢回答 中间不知道谁 然后前客随便讲的 所以不用当真 如果有收这所谓的两亿元的部分 那既然没有收的话 他是不是有受到这样的威胁 或是利用柯主席 可以对外说清楚讲明白 国民党人士要怎么定义 这条就不要问了 尽管柯文哲不愿再多谈 但民进党立委指控 违反选霸法搓汤原规定 涉及国际洗钱 更说可能触及间谍罪行 要求柯文哲攻出嫌犯自清 我们确实都有留下 任何在所有的这个通联的记录 有名有姓 我们有名片 也知道明确的来源 专业很多啦 这个我们就不会特别再去证实 政商关系盘根错节 柯文哲开战场却陷入 到底是否公布真相困境 毕竟牵涉总统选战 沉默恐怕难以交代 记者陈吴祥杨杨玉达 台湾报道